今天在武林谷的集市 种族养计划是非常严重的 造成有心人极端分子 特别是一些极端的马来人 也开始在马来人的群众 播种憎恨华人的种子 那么如果这一些种子让它发芽成长 对整个国家的集市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马华公会我们现在重新出发 我们会保护华社的权力之外 也确保要住进全民的和谐跟团结 我们要确保这个多元的种族 多元的色彩在马来西亚能够继续发展广大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Abdoll Rashid作为一个全任的竞选委员会的主席 竟然提出他的这个主张跟目的 当时是要捍卫一个助起一个利益 这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 非常危险的 也可以说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这个形象 政府的形象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事情 马华公会非常的不满 马华公会会提出我们的反对 我们应该给予Abdoll Rashid严厉的谴责 确保在这个行举的这个委员会的公正 的专业的这个所谓的自行 确保整个国家 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 我们能够继续的强大 继续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